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 上周视频提到如果蓝叶不断长黑斑的话 就需要查找原因解决问题了 这个视频通过给一颗小星星文心兰的换盆和跟进 作为一个实例讲讲如何成功解决黑斑问题的 另外在视频最后有一个蓝叶问答 回答一位网友问为什么十几片心叶中有时会有一片出状况的情况 我这颗小星星香水文心兰三个月前花谢了 准备剪掉凸掉的花梗时 可以看到有些蓝叶已经修剪过 修剪的原因是因为长黑斑影响美观 可问题是已经修剪的蓝叶呢 现在又看到再次长出黑斑 另外这颗小星星的囚径也有腐坏的 这说明这颗蓝花没有自己控制黑斑的能力 需要我们来帮它一把了 这颗小星星买来后因为想着看花就一直没有换过盆 可以看到有的囚径已经有些坏斑了 其实文心兰一般都很强壮 有一些黑斑呢它自己都会控制 不会蔓延不需要采取任何动作 但这颗呢因为剪掉的黑斑蓝叶又长出了黑斑 所以呢就要找一下原因 脱盆后看到它是全水苔种的 我呢是从来不用全水苔的 这倒不是说水苔有什么不好 水苔是很好的蓝花种植植料 而且我一直认为能用全水苔种蓝花的人呢都是高手 我自己不用全水苔是因为我的蓝花都养在户外露天 风里来雨里去 加上懒人管理 用全水苔呢就会一直不干 收到过多的水分造成蓝花的黑斑 准备了小花树皮和珍珠盐 来给小星星换盆去掉全部的水苔 用小花树皮主要是考虑到 它非常细的蓝根 而珍珠盐呢可以增加透气 去掉大部分水苔后 准备用新植料来上盆 底下垫了一些陶粒 这两种小树皮和珍珠盐是可以混合一起再用的 但我这里呢是分别用了 主要是考虑珍珠盐比较轻 浇水后会跑掉 所以呢 珍珠盐就放在了树皮的下面 就这样给它上盆完成了 上盆完毕 再次剪掉了坏叶子 只剩下镜杆上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黑点 只剩下一个黑点 仍然把它放到院子里去录芽 现在三个月过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颗小猩猩的现状 可以看到在户外养护的小纹芯 长势非常好 有五个心眼长出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叶子还有菌杆全部干干净净 一个新的黑斑都没有了 这说明呢原来的黑腹病已经完全治好了 最后来回答一位朋友关于蓝叶的询问 正好我的大花灰蓝也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关于几片甚至十几片叶子中 有时会仅有一片 一片变黄转黑干磁 因为呢 如果整株兰花生长良好 仅有一片出状况的话 大概率应该是阳光造成的 太阳在移动 某一时刻如果恰好特别高温 就会灼伤一片某一片蓝叶 这种情况是不会影响整颗蓝花的 除非呢 这个黑斑是从叶芯 往叶尖的方向发展 像这种中间的一块黑斑是不会有问题的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提问题 而且非常欢迎大家呢 提问题讨论 我不一定会全知道答案 但看视频的人里边有非常 有很多非常有敬见的朋友 一起讨论就会有帮助的 这个视频呢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祝大家养蓝快乐 我们下周再会 再见